如何購買戴武力 大家好我是Norman 剛才我拿著大劍 我自己又本身穿這位那個 MONHUN的T恤 背後很多香港的樂運 一起看好人物之外 今天影片的時候當然和 są關 事源是這樣 MONSTOR HUNTER WELL的DLC IZE pile 即將會是這個月6號 就是星期五推出 我今次很快樂 來到CAPCON Asia公司 來早兩天為大家開這個特別版 Monster Underworld i Spawn的遊戲 作為收藏家的你,又怎可以做過這個特別版呢? 在我旁邊就有Monster Underworld i Spawn 就是今次DLC的Master Edition Collegence Package 十分難讀的特別版 包裝盒上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是主題怪獸冰咒龍 我們沿著盒給大家拌一拌 在盒背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三個今次不同的盒子 其實我猜都是穿新手裝的 差看包裝盒,這個特別版相當之搶眼 不過我猜大家更加期待的是 到底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事不宜遲就讓我們來開箱吧 好,我們現在就來打開這個包裝盒 給我一點時間 我現在一打開包裝盒 首先我們看到今次是真典藏版的鐵盒 這個鐵盒上大家最愛的冰咒龍 以及我們上集的封面獸Ajuno 即是滅盡龍 很帥仔 而裡面就可以放了兩隻碟 方便大家可能把Iceborne 和原本的Montemwell放進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又另一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很帥仔 但其實它是整條下載在裡面 不過這裡就不讓大家看了 好,我們繼續向下一層拆 下一層我們會見到是 有一隻CD 這個CD將會可能是 遊戲裡面一些原裝的OST 諸如此類 我們繼續拆 似乎看到一個 幾乎 這個有點敘手 這個就是一個金屬銀牌 我們開一開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塊金屬銀牌 要自己組裝 好,然後我們會見到一本美術設定雜 算不算厚呢? 我覺得都算厚大本 就是Monster Design 我猜到主要應該是講今次的新怪物 好,然後就是今次的主角 嘩嘩嘩嘩嘩 對了 我們看到很大的模型 我先放一下 對了,我們看到很大的模型 好,那這隻到底是什麼呢? 我先讓我開給大家看 嘩嘩,好帥 我們開始試試看 好,大家可以見到 這隻是一隻 今次的主角獸冰袖龍的模型 其實這隻冰袖龍 十分之有型 大家可以見到 它在上色部分 有些漸變色 就不是單色成型 令這隻更加好看 這隻冰袖龍 本身就坐在雪山的台座上面 可能有它出招的時候出現的冰結晶 這隻本身也可能有些透明感 可能是翼那邊看 作為一隻模型 可觀性十分之高 就算買回來 放在公司桌面都羨慕 因為這隻字無死不少人 提起這隻遊戲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是這隻遊戲本身 在這個特別版裡面 其實是附有這個實體版的遊戲 大家照舊見到 這張已經見過很多次的盒面 它的盒面上面 其實因為亞洲版 是附有這個中文字幕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買遊戲的時候 除此之外 它這次的盒背就是這樣的 可能這裡側邊換了一些圖 但它是很細緻的 大家也看清楚 其實這次的實體版 是有附名 說明有原版的《Monster Hunter World》 以及這次的DLC 假若你本身沒有買過《Monster Hunter World》 隨便直接買這個遊戲 就可以玩了 除了這個特別版 我們稍後還有東西 為大家介紹一下 除了遊戲本身之外 這次的另一個 大家都很期待的東西 就是這個 艾老貓手製座 艾老貓手製座 大家可以看到一隻上色 做工都不醋的艾老貓 就很可愛 放一個姿勢 除了舉著手製 其實大家可以拔下來 像普通手機架一樣 放一些手機上去 有空會做的時候 可以錄一下手機遊戲 就是貌到本身之十分可愛 還有一個《Monster Hunter 迷》的你 不是不買吧 就要不要了 因為今天我們有個胸聚 我用電到公了 我用電到公了 幾乎 拍摻 使用電到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